国会来向全民监督 国会来向全民监督 我们的立法委员组通过的法案啊 都不是攸关民生扶持 而都是图立财团的 我们看到今年国会的表现 尤其像在临时会打架冲突 其实好像已经变成常态化 这个让我们非常的忧心 我觉得最近的立法委员的表现 和国会的讯息呢 都让台湾的人民啊 非常的无主 我们也呼吁啊 各党的立委呢 必须要坚守自己立法委员的身份 好好的替全国同胞呢 来审查法案 很多的争议性法案 是在暴力冲突当中通过 在一个民主国家里面 越是争议的法案 你越不能够用强行的方式通过 你越应该召开更多的公听会 让公民参与讨论 这才是一个民主国家该有的程序 诶可怕有那么挤吗 他的争议性那么高 难道不需要更多的机会来 让全国的人民可以一起讨论吗 农在条例争议那么大 难道他不应该花更多的时间 来跟农民团体讨论吗 国会长是一个裁判 他应该当 不管是国民党或民间党的委员 他没有按照这样的一个程序 在进行立法的时候 他应该出面来制止 还有他也不应该让行政院 跟总统府的意见 强行的来主导立法院 立法院不是立法局 他应该让立法委员 有充分独立审查案件的空间 让人民有更充分 可以到立法院来表达意见的空间 这是我们对王远长的期待 请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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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的 我等你喝文啦 我等你喝文啦 好吧 Beeway 拜託幫我做一點示範 好吧 Beeway 別救我 好吧 剛剛他的成品 用Magic 然後變成這樣 我看左眼選出正常立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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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個行動主義主要的目的 是要來諷刺我們的地方委員 在選前說一套 選後說一套 歡迎大家在禮拜六下午一點到最後廣場 我們來發起 我看左眼選出正常立委來譴責 我們的政務不會亂下全民監督 不會亂下全民監督 我看左眼選出正常立委 我怕作业全都能以为